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起全日总结 我是李慧怡 这环节嘉宾又有Samuel Samuel 你好 Hello Kiwi 首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普遍下跌 沪深300指数收报3935点跌21点 深圳成分指数收报10948点跌1804点 实践综合指数收报2883点跌14点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4399点升11点 国企指数收报9898点升14点 大致成价是1016亿 Samuel看到港股之前都满了一段时间 昨天有个好消息冲起 新冠肺炎有疫苗 除了正面成果 港股即刻急升 但不过一天 今天已经有几名的疫苗专家质疑疫苗的疗效 见到美股都回吐了 港股今早早都高开低低 中午倒跌 不过收市又微升11点 遣守24300这些位置 五穷月都过了一大半 接下来港股是否都是横行区间上落居多 暂时来看都会是 始终你看到24600这个阻力关口 都未能够突破 最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要炒一些憧憬 有疫苗可以短时间内推出市场的话 其实4月的时候都已经出了几次 同样类型的消息出来了 所以你说今次仍然有人质疑 或者那间公司都未给到一些 很疏离的证明 去证明这种疫苗真的有效 都很顺理成章 大市都没有条件再向上调升估值 同时间你见到 今天成交都算不少 暂时都站在1000亿流上 但是方向方面就是没什么 基于重磅股里面 没什么哪一只真的有业绩的支持 可以推高整个大市 譬如说汇控和中移动 这两只是今天拖低时 比较明显的两只重磅股 唯一跑得比较劲一点 都只剩下腾讯 所以单靠腾讯一只的话 又很难去支撑 市再推上去24,600以上的位置 同时间你会见到 资金开始不炒一些大只股的股份 反而就开始追回 一来有些落后的股份 你见到今天 估计是升得比较明显 同时间其他 跟医疗相关 甚至乎一些生物科技的股份 是升得很夸张 基本上你看到有些是升一成几两成上来 所以资金暂时就叫做炒股不炒市 重磅那些就叫做跌得少一点 另外一方面就可能是 放在一些叫做落后一点 或者说有一些叫B类的 你说生物科技股 所以短时间之内都可能是 尽量看回个别的板块 那变成大事来说 上网的空间就不是真的叫太多了 24,600这个阻力 都仍然是叫做很明显的 再加上未来都叫做有些隐忧的 包括中国和美国方面 都仍然是叫做有些磨擦 包括你说NASDAQ 接下来都会将IPO的新管制 最主要大家都觉得 是针对中国上市的公司 包括之前你说 瑞幸咖啡做假数的事件 影响到之后 接下来企业去到NASDAQ上市的时候 要求那些限制可能会更加之多 同时可能中国和台湾的关系 都叫做有些隐忧 而且美国最近期都叫做 拉拢台湾方面 所以说这些牵涉到政治史的议题 都很难去估计这个预测会是怎样 所以即使你说早几天 或者昨天开始突破了10天线 20天线 50天线都好 都不代表有什么太大的利好因素去支持 纯粹在这些水平上 叫做上落先 大事 大家留意中台和中美的关系 发展成如何 都想和Samuel看一些焦点的股份 就是联想集团公布了业绩 见到他上财年多赚了1.1 但单计第四季 盈利按年下跌了6.3左右 收入就按年下跌了1成左右 见到其实他的股价在职后是一度抽高 最多是见过4.74 创入一个月的高位 不过中午回来之后就倒跌了 还要跌越多 收市也要跌0.68%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是否大家对业绩不收货 其实也是 我觉得这次的业绩 又不算是做得太差 你说纯粹方面 第四季下跌了6成多 但其实比起市场的预测来说 8成、9成 都算是比预期好 但是你说 里面是否真的有很多日亮点 或者是可以足以保持去突破 你说这些阻力位置 又未必一定 最主要是今次出到来 业绩最主要有惊喜的部分 都是说电脑PC的业务方面 最主要公司也提到 你说受惠于在家工作的主题 就变成很多人都需要买一些电脑 放在公司工作 但跟现在大市炒的方向 似乎有点不同 你看到其实最近期的 你说大市炒作的方向 都仍然是叫做经济复苏 或者叫做重返 这个本身已有的经济活动 变成了你说这些因素 和在家工作的基本面 其实就似乎有少少的分歧 变成了你说 是不是真的叫做那么长远 可能个个都仍然是叫做 留在在家工作那么久呢 可能这一样东西 变成了你说过了第二季之后 就是你说下半年开始 未必真的叫做可以保持到 你说这个增长 反而你会继续看回 其他自己的本业 比如说移动业务方面 都仍然是叫做 走得比较弱一点 所以你说 只看电脑 这个业务比较强劲一点 最主要是靠着 一来说第一季 叫做有些载家工作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之前叫做有些忧虑 他们在一些主要的零部件里面 供应是叫做有些短缺 但今次似乎你说在出货方面 都算是叫做对板 所以这两样东西算是一个亮点来的 但刚才提到你说可能 在家工作这一样东西 去到你说第二季打后 未必真的叫做那么多需要 所以说未必真的会有那么多人 去保持着去买一些新的电脑 去叫做在家工作 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一样东西 未必是叫做可以炒得很远 所以你说 未来可能管理层方面 也都是叫做 没有什么其他因素提到 最主要的整低的 你说data center 就是数据中心方面 企业的需求 什么时候才叫回来 那变成说 大家都可能未有新的亮点的话 可能在这些位置就叫做购 那这个股值上 不算是真的叫太贵 但是你说如果要炒作的话 那你见到市场现在的钱 都是真的叫做流向一些 叫做比较偏强势 或者你说未有业绩 有一些的憧憬炒作的空间在那 反而你说出了业绩的 好像那类刚才提到的 重磅的金融股 那你说如果出完业绩之后 没有什么一些亮点的话 那资金流方面 都未必是真的叫做留在那里太久 所以你说炒作的空间 暂时算是叫牵丰 那又不算是太吸引 那刚刚Sammy都说到 有些反而是业绩之前的股份 被大家炒作的 就是有小米 因为来着都准备出业绩的 见到他其实都已经 即前沿日破位 今天股价一度 升到逼近13元 创了两个半月的高位 虽然午后都偏远 但收市都升到1.1% 收报是12.8 彭博中学分析员都预测 小米首季的收入 按年增长会约有9% 另外市场调查机构IDC 也指出 小米首季的智能手机出货量 会升6% 跑赢了同业平均 约1.1% 加上其实小米 仍然受到 比较强 始终你见到 即使要炒业绩的预期 也好 股价方面 都比联想那一堆股份 都升得比较明显 大家都在渠道的数字里 了解到过去第一季 出货量方面 的确是不差的 大家都觉得 手机方面的性价比算是不错 移车也是称敬 印度方面的市场 都算是比较强劲 这件事会是 他们最主要的 艳务之一 但是你说 未来会不会有机会 好像上一两个季度 变成依靠家电产品 来带动整个艳务的增长 变成这件事 有机会使得 可能市场对它 整个无利率的升级 的憧憬 有点影响在 所以我暂时 对于它的业绩 算是预期比较中性 始终大家可能都在看 家电方面的 需求会不会真的 这么强劲 可以跟手机方面的 业务相互相成 否则 有机会 一来就是说 如果整个大数 整个无利是靠 家电产品方面 有个拖累的话 所以你会说 它的估值上 就不是叫做 值二十多倍 所以 一来有一样东西 有两个方面要看 就是收入增长方面 哪一部分叫做 contribute多点 另外一方面 就是会不会 无利率方面 都会叫做 被家电方面拖累了 如果它说 变成真是普通 家电类型的 家电股 这样看的话 估值上 就不会叫做 二十多倍PE 反而你说 跟其他家电股方面 那些估值 会有机会叫做下调 所以你说 现在 暂时5G方面 不是真的叫做 有一个全国落实 那个发展主的话 其实这一样东西 纯粹叫做 憧憬着 你说它的性价比 或者 你说单价方面 算是叫做比较便宜的 所以短时间之内 你说很难看得出 会不会真的代表 你说5G的需求 有很强劲的增长 那变成了 只是看出货量的话 我就不会有太大的憧憬 那我纯粹 你说观望一下 业绩出来 里面会不会真的 叫做有其他的惊喜 那才决定 买买买买买买买 是的 那小米的业绩 Samuel 就持有比较中性的看法 也谢谢Samuel 这么详细的分析 和你申报一下 以上题的顾分 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 那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再见